球球频道,今天邀大家一起来考古 一场00-01赛季的欧冠H组小组赛 AC米兰坐镇主场迎接巴萨 在课场比赛中,AC米兰是2比0 战胜了巴塞罗纳 那么我们看一下AC米兰回到自己的主场 米兰的胜七罗球场 双方将带来怎样的表演 00-01赛季其实是我们在欧战的赛场上 还能够看到米兰的一个赛季 之后米兰王朝逐渐的崩塌 巴塞罗纳却是逐渐的统治了欧洲的足坛 所以这是两支传统欧洲豪门的一个转折点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 我们先看一下双方的阵型 双方都有很多的明星球员 之后这些人其实一直活跃在足坛的各个角落和角度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 马尔比尼 比埃尔霍夫 还有年轻的普悦尔以及小将阿维 阿维是当时刚刚开始打欧战 小个的球员 里巴尔多已经是一个明星级的球员了 那么当时正在跟俱乐部闹矛盾 首付星科当时也是正值巅峰 比埃尔霍夫后来成为了德国国家队的领队 那么米兰这边的阵型是一个343 三后卫是罗克 如尼奥尔 科斯达护塔 以及马尔地尼 中场是加图索8号 以及阿尔贝地尼 安博西尼和科科 前面是西班牙前锋 和赛马里 中间是比埃尔霍夫 旁边是首付星科 巴塞多纳这边同样是一个343的阵型 那么前锋是里巴尔多跟阿邦索 站在身后的是前腰 恩里克 也是后面成为了巴萨的主帅 再往后的中场是塞尔吉队长 以及小将哈维 三后卫是佩蒂特法国国脚 还有阿贝拉多 以及普悦尔 那么阿贝拉多后面是成为了西班牙人队的主帅 成为了五球王五磊的恩师 A.C.米兰当年的主席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者 贝鲁斯科尼 既名裁判应该都是来自于苏格兰 可塞马里现在仍然活跃于绿音场之上 其他很多队员其实已经到了退休的状态 那么镜头再次给到巴萨的队长塞尔吉 还是无比怀念这个学生时代 自己也可以踢球 那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就欣赏到欧洲各国的比赛 疫情期间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吧 我切换了一个另外的视频源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 上来A.C.米兰这边的后卫罗克就有一个失误 自己脚下半钻 险些酿成大祸 A.C.米兰还是在 以防守反击的态势 上来 阿尔贝利尼就是一个犯规 我们也可以看到年轻的恩里克 这辆比赛 黎瓦尔多是大放一彩 在PES2020现在的这个经典球员中 我前一段时间也是抽到了黎瓦尔多 但是数值感觉不尽如人意 黎瓦尔多开场不久的一脚 直接任一球破门 这个球贴地飞行啊 角度非常刁钻 也非常的巧妙 成本员阿比亚迪也是没有办法 再来看一下 贴地绕过了人墙 那么黎瓦尔多在19分钟 先拔头筹 这是西班牙的主教练费雷尔 B.C.米兰的教练扎切罗尼 我们还可以看到 PlayStation一代的广告 我们一起来祭奠这个遥远时代 好这边是阿尔贝蒂尼 禁区外35码的地区 拔脚怒射 球有一个微微的折射 钻进死角 26分钟 阿尔贝蒂尼 也是凭着他优秀的表现 后来转回到了巴塞罗纳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 阿尔贝蒂尼和黎瓦尔多 两个人的战争 两个人的表演 圣奇多球场在这场比赛中 也是涌入了超过79000名的球迷 包括我们熟悉的南看台的死忠球迷 另外阿尔贝蒂尼是被重点看防的对象 这边是阿尔贝蒂尼的投球 这边是阿尔贝蒂尼和舍夫琴科的连线 舍夫琴科没有抢到皮球 好比赛迎来了另外一个进球 又是阿尔贝蒂尼 直接任意球射门 巨炮一般的射门 这角轰门是没有朝着人强的方向 而是朝着守门员的强侧 但是速度实在太快 在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人缝中阿尔贝蒂尼 也是连离两球 利巴尔多还是被重点照顾 也获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马队非常凶狠的犯规 自己的下部好像也被撞了一下 哇 利巴尔多的直接弧线认意球进门 同样没开阿尔贝蒂尼 阿比亚迪也是碰到了皮球 利巴尔多的状态非常的火热 这是第43分钟 双方来到2比2平 米兰这边抓了一次捕射的机会 比亚尔霍夫前面在冲 后面和赛马里 西班牙前锋的敏锐嗅觉 一脚抽手 势大力沉 在45分钟比赛比奔来到了三边 下面打一一再战 这边的雾起来了 意大利出一甲的朋友可以知道 意大利这边亚平亭半岛还是经常起雾 再加上有些球迷喜欢放烟火 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蒙蒙隆隆 云山雾绕的感觉 哈维摆脱传球 后点利巴尔多 余悦进球 哈维在左侧进区线附近的一脚左脚传球 利巴尔多埋伏在后点 第一点晃了一下 第二点利巴尔多 俘身余悦 漂亮 利巴尔多 帽子戏法 四场比赛四球 虽然跟俱乐部闹得非常的僵 但是足球场上还是技术说话的 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定格在三比三 以上就是这场比赛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三连 同时如果对于实况足球 或者国际足球有任何的内容或者问题 欢迎与我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 我们下期再见